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無本式释迦牟尼佛 南無本式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禅法的理论与实践 各位警方长 各位比丘尼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们现在来讲讲下集 关于这个题目 昨天没来的请去说 昨天没来的 昨天没来的 那我们简单戴一下 昨天主要就是谈这个禅法的历史 还有它的传承 以及它的作用 大体上曾经在这个一一的传承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也修法了一个大体的样子 还有它讲到天台中 它的影响中国汉传佛教很大的部分 是怎么样子影响的 那么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个通盘的 天台中的发起的因缘 那么以及它的一个特色 尤其是它提到 尤其是提到了天台中的禅法 它不是独立在它的修禅本身 它是建计在对整体佛法的理解 跟判色上面 所谓的判色就是说 世尊出世 讲说佛法 本来是应积的 是应一切众生积的 那众生有这个根基 我就教你这个法 有这个根基教你这个法 那么他并不会远离世尊 利益众生的最终的核心目的 那就是预令一切众生 接入佛道 开是悟入佛之之鉴 开佛之之鉴 是佛之之鉴 悟佛之之鉴 最后入佛之之鉴 入佛之鉴就成佛 那么他不会远离这个目的 不过众生根基不同 根基不同的话 他要有种种善巧 那但是他在人间世线 这五十年的教说 他三十成道 七岁出家三十成道 七岁就是说 用七年的时间 世线参学修道 那么他正道之后 三十就成道 三十成道到他八十岁 入灭 有讲经说法五十年 这五十年当中 他所应激队员的弟子 他所说的教法 一般被记录为阿含经 那么无论是大书 无论是大乘里头的 显或密 那么都是呢 在他的教导 声文弟子的同时 有缘的时候 他密说的多 所以 而声文教法里头 他没记载 在大乘里头是有记载 那声文人他不一定能接受 没有这种经 我没听过 没听过 所以没有 像这样子的思维 是人的一般的思维法 不过大乘法 本来就很多 就不是在人间说的 像这样子的话 不管怎么讲 人间说也好 不人间说也好 你要是有信心 你相信 并且你 能够去 有因缘去体解 那你就知道说 世尊说法 这五十年的人间像 只是一个 表象而已 其实他久远以来 已经成佛 久远以来所说的法 当然也跟现 这一世来人间说法 本质上没差别 但是应激对缘有不同 那还是会不一样 这就是比如说 我在大学时代 我就讲经 我在大学时代 我还来过这里附近 这一代讲经 那讲到现在 当然跟你的 对佛法理解 在这一世的佛法理解 有深有浅 当然也不一样 不过基本上 你学佛了之后 你所从嘴里讲出来 大概目的是一样的 就解脱 那么就成佛 可是硬的基不同 讲的境界 讲的地点不同 那个环境境界不同 使得你讲法上 一定有种种差别 对象不同 那么像这样子的话 世尊更是如此 他来到人间这五十年 其实应激队员并不是 并不尽然把全部的佛法 有机会 有因缘都说了 至少从人的立场是这样 这就是西方在研究 佛教内容的时候 他会这样执着 因为他是信基督教为本 只有神 无论他基督教回教 哪一种宗教 他都以神为最高 最高的价值 神是不可测的 但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应众生的基 说众生能理解的法 或能修的法 他的目的是 让一切众生接种成佛道 他跟神 最终你去做神的子民 那么神是不可测的 也不能被思维的 也不能被分别的 也不能被探测 被检验的 那这样呢 你人怎么能检验神呢 像这样子的两种立场 是完全相反 所以 无论我们昨天讲的说 即便是视线为神 在远的来讲 也是菩萨度化众生的 一个方便 但是你在今天人类 立场来说 他就不是佛法 怎么说就不是佛法 因为他跟佛法 本质上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有一群人 他是不能接受 佛法度化的 那群人 他只能接受一神的度化 或者不要讲度化吧 或者被一神教法所射受 他才能安稳 在人间 那他就只能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人间这个区域 这个空间 基本上只是守五戒 那充满我职对抗 的生命状态 来投胎成的 沙婆本身就是 基本有五戒 基本有 但不是守得很好 那有 所以他才能投胎为人 然而他那个我职 躁动 慢心 相当强 疑心相当强 所以人的世间 跟天 不一样在于 他的躁动 福报 我职 慢心 很强 那这一群人 当然会斗争 他有一定的福报项 但是很低 他绝对 多过 多过地狱恶鬼畜生 但是往上比完全不足 他就在这中间 他那个慢心 跟斗争性很强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 佛教这么高的别提了 乃至于一神教的 这样子来射受他们 哇 那这个人间的斗到不行了 那简直就 没办法依人的因缘 来增上 人 拥有人的身体 是一件机会 而且最好的机会 是因为他很苦 但不会苦到 不会苦到像地狱恶鬼畜生 这么苦 但他又不会乐到你 忘了修行 所以他在中间 那么在这中间的时候 所以有圣人出事 有机会教化他 天上的人 这天人 圣人也出事 但难教化 为什么 因为他没苦 没苦 圣灵讲 他就听得跟他听 我还好 OK 解脱 好像也不错 不过我现在有什么不好吗 他会这样反问 你就没办法 圣人没办法在那里出事 无用武之地 地狱恶鬼畜生 他忙得受苦 受夜报之苦 圣人也会出事在那 但是要事件跟他一样 大伙都在受苦 连圣人事件在那 出事的 圣者菩萨们出事在那 也很难安稳地度他们 只能给他一点小姻缘 所以地藏经讲 旋出旋入 你在那里 拉拔他上来都来不及了 还有办法 讲经说法给他 没办法 所以施放施食的时候 先给食物 才能够给一点点教理 所以要先施食 然后才可以教理 教理也一点点 你也不能长期留他在那 因为他的夜感就是 煎熬受苦 刹那刹那受苦 他的夜感就这样 要不就是混沌 蒙蔽 颠倒 像猪狗 你跟他 你给他好吃了 他觉得你很慈悲 你跟他讲法 他就走人了 你拉他来这里听 让你家的狗 拉他来这里 就点点听 很少有狗 有那个善根 很少 他不耐烦 他觉得无聊 他宁可睡觉 教不了 对不对 所以在人的立场 他才有圣人出世 那么他刚好 所以 世尊也在这个人的因缘之下 他讲了五十年的法 可是你知道人的因缘 这一次的沙婆世界 人的寿命就百岁而已 世尊才四千八十岁 这八十岁 我们的五六十来学佛 这里三十岁以下的不多吧 恐怕没几个 三十岁以下来举手一下 没几个 是啊 那我说四十岁以下 搞不好也没太多 是不是 年轻人都在外面 好听讲叫打拼 难听点讲叫造业 人家造到四五十岁了 听到 你才会来学佛 无论他修哪一种 哪怕生文法 那个时候他才会 所以说这个很短暂 很短暂的因缘 世尊能够讲什么多的法吗 所以说天台的叛教 他不会以 他叛教的价值 绝不是以世尊所说的为限而已 他是犯一切的 我为什么能这样 我说玄陀罗尼 是因为智者大师 正德玄陀罗尼之后 他能够叛色佛教 从以知看未知 而且不是人师之语 不是他的分别之见 是他自然流露 能够理解正德 能够了知 从以知的佛法 自然能知道 世尊没说 但一定也有那个内容 这样子 好 那么这样之后呢 所以天台的禅法 是直接在这样子 对佛教的理解 所以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对于此地他方 现世的佛 过去的佛 现在的众生 过去未来的众生 以说未说的教法 他都有一个整体的判色 什么叫判色 就是将佛法做整理 整理判别他的大小称 判别他 佛的究竟说 还是方便说 什么叫究竟说 方便说 直说成佛的究竟意 就是究竟说 方便说就是 你还没有能耐这么听 依着你的音缘 说给你懂 这叫方便说 有点这样讲 就是说 假设 假设博士的学问 叫做究竟的话 当然不是 假设 那么你还在小学的时候 我还是会教你算数 但我目的是要让你将来 能够做一个博士 对于数学计算 很深奥 你都能算 但我现在我跟你讲 也没有用 我先教你算数 算算你累加法 慢慢你就知道 这个累加的多了之后 就是积分 微分的观念就有了 慢慢的你就能够做统计 做比较深奥的计算 假设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我教你数学的本身 算数的本身 我隐藏着背后 很高深学问的目的 这就是佛位的佛 唯有一秤 佛说法 应众生的积 固然是应众生的积 可是它最终的目的是 没有差别 一个 古佛 今佛 未来佛 说生说浅 教法有生浅 古今三世诸佛 说法有方便不同 对的积也有不同 这没错 但是最终的佛 佛法的目的是一个 那么天台呢 他叛色的就是说 他先从不同的地方告诉 这是怎样不同 最后他会归这些不同 统统为一个目的 就近成佛 那么从一个目的当中成佛 一定要有他理论 为什么只有这个目的 那这个目的所看到的真理 唯一佛乘所看到的真理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实相见 他从佛的化导用意 最后整理出来 告诉你说 那佛最终要教你的真理是什么 他也要提出来 可是在这个真理有限是不能懂 那就往下降 降第二层 降到第三层 不行还不懂 降到第二层 真的再不懂 降到第一层 所以就佛的教法来说呢 有分四个层次 这四个层次呢 分别是阿罗汉所修的 还有呢 这个毕师佛所修的 那么再来呢 是从阿罗汉毕师佛 这样子的理解的教理 衍生书发菩提心 而来修的 那叫做全教的菩萨修 慢慢的呢 这样子的菩萨修 还有一种是直接修佛秤 成佛秤 我昨天不讲吗 天台中最早提出了 所谓的当身成佛 这个观念 那就是直接修佛秤 这四种 那你不能这样讲 那这样的话只有那个才最好 那世尊为什么不直接说那个法 这就有点像说 你如果吃饭要吃四碗饭才会饱的话 你吃到第四碗就饱了 然后你会这样想吗 第四碗会饱 为什么我不开始吃第四碗 没有啊 有些众生就要一碗两碗三碗 然后第四碗才饱 那有些众生确实的 他会选择他该吃的 营养 要足够那一碗就饱了 那也有这样众生 当智者大师重新叛设佛教 就所谓叫叛就叛别 设就是设设 设取 设 提手旁那个设 设取的 把各类的佛法分门别类 判别他的先后 究竟不究竟 然后把同一类的设在一起 叫做叛设 简单的讲叫做叛教 这个叛不是批判 不是批判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说 叛他对不对 都不是 是 叛是指的说 叛别的意思 他没有恶意 他也不是取舍 叛别没有取舍 叛别只是客观地把它分类 那么天台的禅法是直击在 对整体佛教 佛之教 我说过 注意 我一再地要说 佛之教不竟然是 四尊在人间说的而已 虽然他以人间说的为基础 我说天台中 叛设的时候 他的素材是以人间所说的 教法为主 可是 因为他正得玄陀了你 所以他叛设的佛法 不以人间所说的为限 是这样 那么这样子你就知道了 教法 我说教灌双美 天台中 有很重要的观念 教灌双美 教 就是教法 说出来的法义 就是他的叛设 叛设 所有的佛法 把他叛起来 所以当他叛起来之后 叛设完毕了之后 佛陀所说的法 是没有依法可以舍的 也没有依法会遗漏的 有点像怎么讲 有点像说 用一个网子 把所有的东西都捞起来了 而且捞起来不会乱七八糟 里头自然分类好 刚举目张 有了总色之意 全部没有依法丢掉 他用五十八教 的角度 的判别标准 把所有的佛法都捅色 换句话说 你不会修哪一法 遗漏哪一法 理论上是这样 但这不意味着你全修 也就是说你 饮大海之水 虽然无量无边 可是你饮一滴之权味 你透过叛教的立场 理解之后 就理解的角度讲 一滴海水的味道 跟整体海水的味道 是一样 虽然有一滴 跟整体的差别 但是味道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样就不会遗漏 不会遗漏所有的法味 这也就是我平常讲 我说 学哪一个教派都OK 但是听懂天台 这样的教理的内容 你懂了之后 你要学哪个教派都OK 但是呢 自道无难 唯嫌检责 那勇家大师 讲过这样的话 所以就来说 这里从你忘取分别 就不必了 他虽然不是这样子 可是呢 你学什么样法 你总是要有这种基本 基础 你想想大 你想想看 你修一个法 学一个教理 然后你不太清楚 世尊说的另外的教理 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问你 那凭什么你会学这个 你不能说 你凭你喜欢 你是凡夫 物性辱义 辱义不可信 那你凭什么 说你喜欢的是 你可以修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好吧 就算这个法门 是你相信的大德 上师 师父教你的 那世尊也说过 对于任何的教法 都应该经过你的 思维分辨 你才能说 你接受不接受 那现在 你不能因为 那是世尊讲的 你就接受 哇 那这样就糟糕了 那这样的话 即便你修哪一个法 你没有一个 整体的理解 就算它很好 你也会觉得 会不会挂一漏腕 哪一天修到一半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 人家说他那个法门更好 我是不是选错了 难怕 入错行女 怕嫁做狼 修行的人 怕修错门路 哎呦 这也不对 这种凡夫的疑虑 也会生起 所以说天台的叛教 只是一种方法 但是它至少导引你 一个概念 就是 总设佛法的观念 一法无语 当你总设完毕了之后 现在接下来说 你适合修什么 就可以讨论了 那你就没有说要样样修 我昨天做一个比喻 这里已经火宅 一个房子已经火灾 火灾升起了 有八个门 假设 有八个门 你没有必要从每一个门都出去再进来 再出去再进来 然后最后你出去 也说 每一个门我都出去过了 不必啊 能出去的就是 能成佛的 有八个门 有四个门 假设 你没有说你每一个门 你都要去经历过 爬山 爬到山顶上 有八条路 没有说你每一条路都要走了 才能上山顶 选对适合你的一条路 就可以 不过注意啊 是到山顶 才叫爬山 不能那个爬一半 这一点要分别 所以 盼射佛教的目的 在于 你不要爬一半 得少为足 而且还 排斥 继续往上爬的可能 那这个就 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诸位了解吗 好 所以呢 这是盼教的目的 盼教的目的不在于让你 盼射佛教 不在于让你 分别高 评判高低 起分别见 但在于让你 总设佛教 知道自己的因缘 那之所取舍 不是因为法门高低 而是因为 你发愿 跟过去的因缘 相应 跟过去的因缘相应 与否 然后你追 你在追求佛法的实践的时候 没有疑惑 也不会得少为足 也不会呢 修成真上慢 什么叫修成真上慢呢 佛法深奥 境界难测 你稍微有一点境界 就觉得 嗯 我有所得 那个有所得最恐怖 心经上讲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那个无挂碍是什么呢 他前面有讲 无所得志 后面有讲到 无所得 必须是无所得志 那才叫做志 有所得 无论从感应 无论从能证得 有人 会跟我讲 我以前 我证得空性 现在为什么 我还起烦恼 请你教我 我证得空性 那还叫证得 证得空性的人 那不退 那你怎么还会起烦恼 那就算起烦 你也不用问我 你也自己知道 该怎么修 可见 你的前提就有问题 证得空性 这就叫起真上慢 什么叫真上慢 他不是故意生慢心 我说收博世界众生 最爱生慢心 最会生慢心 最会 最会生慢心 那他这个慢 不是因为 要跟人家比高低 生慢心 慢 慢就是我慢 不是 是因为 他修了有一点 有一点感受 有一点觉受 然后觉得很好 然后就 很有感觉 然后也很致富于 这个感觉 并且觉得 这应该是一种成就 然后就在那里 心就在那里 停在那里 他不知道说 那种念头本身 就跟成就相伪 就跟佛法的修行相伪 第一种 第二种 这样子的念头 会使得你 与人与法身分别见 怎么讲 他这样会这样想 哎哟 现在我修这个法 或者我现在 我以前念佛 你看我得那个境界 现在我参禅 没这个境界 要不就修秘宗说 哎呀 这个上司传我这个法 你看看我得这个境界 现在没有了 没觉受了 有问题 你与法中忘记分别 然后你还没修 你就在想 上司那个法 有这个角色 现在这个法 应该要有什么角色 你还没修 你就先现这个念头 那这样子呢 在修的过程当中 你就先以 想要得角色 我作为目的 你要知道 一切佛法 不离空性 不管你怎么观 用观想也好 持咒也好 相应不相应 最终不离空性 所以一定要 最后做观空 来消解 可是呢 你一开始就以什么 以贪求有 而且是贪求的境界 来下手修 他就会跟你这个法的 自信不相应 那这是从哪里来 因为你望起分别来 所以就会起 修的真上慢 修的真上慢 那么所以说 天台的叛教里头 还有很多的内容 是告诉你 你修的阶位在哪里 他直接就告诉你阶位 所以你正在修 各个阶位的相貌 他的事先跟你讲 有一定程度会跟你讲 然后他还告诉你说 修前如果以为那是目的 那也错 是修后自然会知道 所以你修到一个程度 你往自己身上看 你会发现 那离应该有的内容 还有一定距离 你不会起真上慢 那真正修到了 修到了你也更不会起真上慢 为什么 因为一定是与无所得相应 无所得相应 也就是没有 自我修行的成就感 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种感觉 那叫你修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在哪个程度 我也知道 知道 但是呢 不会起成就感的直取 所以他才能跟 无所得自相应 那么这样呢 也是天台中 在做叛教之后 他导引你进入到 一佛称实修的时候呢 他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也唯有这样才能 一路的在 实相修持当中 没有障碍 不停留 也不修入到 生文法里头的 三百游巡 三百游巡什么意思 暂时的捏盘境 那是暂时 那是解脱境 不是旧境的 大波捏盘境 你就不会停在那了 因为你不会有所 你知道那不是你 那不是有所得的 所以连生文的捏盘解脱 你都不会留 你都不会知取 所以大乘法在修行当中 他就能够被安稳 这是天台禅法 要修入之前 他先给你建立的观念 这样懂吗 所以这样子的天台的 于且修行人 相应叫于且 天台的修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者 他在修行的时候 他对于各种法门 第一 他不会忘记分别 第二 他也不会生起 莫名的焦虑感 很多修行人 他会在禅修的时候 有焦虑感 什么焦虑感 来自两种 第一种 我这个法门 一直都没接受 焦虑 他就开始怀疑 怀疑这样子法门对不对 法门好不好 可不可以 算不 有没有效果 那种焦虑感 第二种是什么 法门高低的焦虑感 奇怪啊 人家修那个 看起来他 越修越红光满面 我怎么一点角色都没有 是不是我这个法门 比他差 是不是要赶快 要换一下 法门焦虑感 就会产生 那么这样子 于修行的法门 产生焦虑 其实在映射的内在 就对 对于法 不是法门 法门是 教导你修正入那个法的方法 名为法门 那那个法呢 是你理性上 你理解的教理 你对那个教理的认知 一定有偏颇 天台修禅 禅修的之前 他要求你 必须在教理当中 有完整理解 不然你就会产生这种 法门的修行焦虑 那这样子呢 你修行会 要不严重就要着魔 不严重的就是 你会一直以带着疑心修行 没有足够的信心 结果你会分了太多的精神 在违系 禅修的时候 有违系的疑心 在那里晃动 你只把他压着 按住而已 这在天台中 有很有名的说法 叫做未开圆解 不可妄论修正 你有开教理的圆解 圆满解之前 妄言修正 有修有正 或者说求于修正 叫做妄言 妄言就是说 随便的说 随便的求 说我现在在修行 像妄言修正 日解 被修行 是被与结束的修 被与结束的修 他开始修 他起圆解很慢 三五年当中的分别思维 理解 很仔细诚恳的指望 五年十年的这样 修圆解 圆解就是圆满的理解 修学圆满的理解 然后才开始修禅定 开始修指观 十年 这个人呢 一两年之后 就马上去修指观 看起来快得很 结果呢 两人修到不退转 修正不退转 这个提早修的 最终会慢到几百节 千节以后 反而是那个 慢下手修的 他开了圆解的 念念即修 念念即佛 可以比这个早下手修的 快上几百节 所以天台中说 听经文法就在禅修 不是你坐在那里 禅修叫禅修 因为那都是禅修 要开圆解所必要的过程 所以天台中人讲经 是很慎重 他讲经 讲的人就自己在修行 他就在做观 听的人呢 大部分是没书的 有书就是一本经书 也大部分就说 叫你回去再看 现在不要翻 那就摆在桌上 所以我来的时候有人问说 师傅有没有带讲义 讲两个晚上 那不必要讲义 讲义也没有用 那不是文字的东西 你用心把心打开 听进去 点滴就是 那就是你性格的一部分 是这样 那是要熏 讲经跟听经是在熏佛法 不是在听知识 当然了 佛法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记忆 这倒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 随你自己做笔记 那是无所谓的 但是不是在看文字 刚开始 还不必要 好 那这样了解了 不过天台中人还是很注重文字 他注重你诵经 这是禅修的一种法门 待会儿马上就会讲到 那么这个就是我 昨天讲的 算是今天再提醒一次 不过我也做了 稍稍不一样的补充 跟角度的说法不同了 那么算是补充你 昨天的人 你没听到的话 今天应该听到这个道理 大概不会差太远 好 那么我们进入新的部分 就是说 既然从今天这样开场白 这样讲 就是说 天台的指观 一定有依于他的 圆解的理论 来作为开始 作为基础 那好了 他开始修出去 修进来的时候 那么他是怎么样修的 这里头呢 就有分巧 跟着的分别 巧就很巧妙 散巧 也有着 着就是比较 着 你不能说迟钝 就是说 比较 按部就班 你也可以这样讲 要不就是讲说 没有那么巧妙 他就要 后面的位置 前面的先修 他对于法义的理解 没办法呢 深广 那么可是他还是可以 可以教他修的 那叫拙 比较朴 笨拙一点 从教理的理解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应的修的人 就相对的 就会有这样的差别 你对教理的理解 如果巧妙 深刻 深细而完整 你修起 天台的禅法 你就是巧度 你就巧修 散巧 直截 那如果你对教法的理解 比较片面 而且 之前不之后 不能就整体上来理解 那么你还是得要修 因为 对生命来讲 很短暂 那这个时候 虽然强调要原解 可是呢 也没办法 那你就要跟着师父 从基础修起 他没办法 先跟你讲 后面的道理 但是 你还是可以 从基础修起 那叫做拙度 你修基础的时候 你不知道 整体教法的内容 会这样 好 这叫拙度 那么 圆 巧度当中的禅修法门 当中呢 还有一种特殊的 那就是 如果你有信心 但你一下子呢 没有那么深刻 能够体解 天台的教法 圆解 不能 假设你不能 可是你有信心 你这是过去善根熏的 比如说你过去有听 天台的教法 或者不是天台中所说 但是说的理跟天台中相应 或者这样讲 跟原教的教理相应 我们把天台中都拿掉了 跟原教的圆满教理 都相应 我不管你在哪里学 但你听过那样道理 那结果呢 你那个信心很足够 那你的老师 你的师父 很善巧 他看出来 你是这种人 或者他试着 用法门来试探 或观察 然后他看出来 你可以了 这样子 甚至于可以立刻修 立刻修原教的指观 你都不懂 可以 这就是我昨天有讲 什么呢 鱼啊 虽然不知道水 可是它一直 它还活着的时候 它就在水里 运用水的作用 在过日子 你虽然不知道 真如实性 不过你呢 就在真如实性中过日子 我只要教你 过日子的方法 真如实性 在真如实性中 活着的方法 你都不知道 然后你过着过着 因缘到了 你就会看到 就好像说 我只要让那条鱼 好好活着 慢慢 它就会慢慢知道 知道原来水是什么 虽然天 日日报佛眠 是夜夜不相似 不过 死后到 你就会知道 所以先修 后解 也有 也有 不过这要小心 这要有师父 在老师 老师师父 我们一般密教讲 叫上师 在旁边看着 也有 所以你看 它一样不立文字 所以天台中 非常的 禅修方法 非常的活泼 它标准法 是从文字当中 虚拟 起源解 比如说 我有学生 跟我一起 已经 超过15年 超过15年 那听闻天台 教法 跟我一起生活 看我 看我怎么过日子 也看过15年 从疑惑 他不会排斥 排斥就不跟我住了 他疑惑 老在想着 到底先修还是 先度自己 来度大众 度众生 是要先禅修 还是行菩萨道 是要让自己 先修定 再修会 再修怎么样 还是让自己 戒律圆满 再怎么样 这种分别见很多 慢慢地 他观察 听闻 这样一路 我都在课 我都在诗里 讲天台教法 讲着讲着 他从这样子的疑惑 想分别 老觉得怪怪的 犹豫不前 到了 跟着做 跟着听 到现在 已经好几位 学生 基本上是不动摇了 你现在叫他怎么修 点一下头 他大概就下手了 那这样了 好多久呢 十多年了 光他跟我住 超过15年 那里头还好多事 早年我会带他们 出门 现在都不用带了 别 那些人都知道 他就不用带了 那有些还不需要带 也别带了 所以我都自己来 反而是这样 像这样子要耗这么久 那诸位怎么办 第一 不要说你是女众 你不可能跟我住 你是男众 你也在家人 西家带眷的 那怎么办 难道还这样耗吗 他们是要做人天师范 要从很根基很根基 打一个很深很深的基底 再来他跟我过去的姻缘 他能相信我 所以可以共住那么久 那这姻缘这样 那这样毕竟是少数啊 那有佛法就有方法 就有办法 那难道佛法无边 那你们就是无边的对象 那怎么办 那天台中就是佛法 你把天台拿掉 他就是 他其实讲就是佛法 那有佛法就有办法 那如果说禅修是 修行的最重要的核心 那你们不能禅修 那怎么办 当然他有办法 他也一样可以 那这样子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些出家事物不是亏大了吗 他们出家也能修 我在家也能修 那既然都能修 何必出家 不能这么讲 出家出家修法 他有他的目的 他修他的福报因缘 那是角度不同 他可以一念之间横操 在家呢 在家不是不能相对难一些 但在家绝对可以解脱的 不是不能解脱的 那这样子出家 那叫佛法就很有分别了 看的是根起跟因缘 过去栽培的善根 只是这样而已 没有本质上的说可或不可 这样要了解 那当然了 经上还是什么 这是大圣经上想的 白衣虽有富贵力 白衣虽然有富贵力 那么他前面有一句话 他是这么先生讲 他是说 那么 这个 孔雀虽有色延伸 不若 这是我随时记起来的 孔雀虽有色延伸 虽然有那个色 来延伸 不若红雁能远飞 红雁就是那个大的雁子 那大的雁是黑黑灰灰的 但它能远飞 孔雀很漂亮 飞不了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若出家公得胜 白衣虽有富贵力 有富有贵 有贵就再朝为官 宫门当中好修行 一个好的政策 大家受利益 你说那叫做菩萨 那也可以这么讲 但是呢 老生坐禅一支香 金山亦能化 那你要是 居士一粒米 若三心未了 是滴水难消 这就讲着说 我们在家世俗 我们是吃自己赚自己 我们要是随便 受人家的供养 滴水是难消 那老生坐禅 只要向于什么 向于佛道 向于佛性 你一坐金山来 我一念之间 就能消瘦得了 所以叫做 什么 功德圣 不若出家功德圣 然后你色言圣 你有富贵力 不若出家功德圣 但这是就什么 就成佛的长远角度说的 这不是就个人解脱讲 个人能修禅法 能修天台的指观吗 那么就不分生疏 都可以 那这样的话 我不能跟着共住 我就没有办法 寻那么多的 原教的起源解 那我能不能修禅观 可以 你只要有信心 照样可以 不然我来就没意义了 对不对 我说的你都没修的 那就没意义了 佛法就没有散巧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固然有分生俗 功德力固然不一样 但就能修的立场说 都能修 你放心 不是那个不能修的 修 只要修了 看个人因缘 没有说 你就不能成就 好 那么这是天台从 叛色佛教 到放到一切众生来修的 有效无效来谈 那都有效 那么只是拙度跟巧度 他从教理来分 他就看出来 怎么说呢 身闻人 他念之 生死是苦 以断生死苦为目的 来修 注意哦 他是因为看到人间事 有生死 什么叫人间有生死 有爱 有爱就生死 没爱没生死 那个生死不是那个 葬一色在伴死人的 那个生死 那个是后话 懂吗 是因为有爱然 有爱然 然后有生死 那么 他觉得这个生死 很恐怖 那生死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我能爱 这个我之 自我感 所以烦恼像 会生起 那烦恼像生起 当然我这样讲 你也不一定懂 因为 在失误的角度来说 你可能某一些人 根本在 生活在烦恼里 可是他觉得还好啊 日子还OK啊 那这个时候 失误也没办法说什么 因为 就像佛 佛看 哪怕我们出家了 他也会说 你不够精进 是在烦恼像 那你出家了 你也会觉得 还好吧 都出家了 还能怎么样 你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那看起来是主观的 可是从成佛的角度来说 他还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一样道理 那 生文人 以生死为冤家 以轮回为可拒 他的修禅法呢 是以 了生死出轮回为目的 那么了生死出轮回 就要断自己的 我执 为重点 所以他的禅修 以破我执为重点 这样听懂了吗 所以你跟他讲什么法 讲什么一佛称 修六度 拜托 你把我执 你跟他讲这个 修六度 光一个布施 我就要到人群里头去耗 阿呦 阿呦 我的我执 就在那里挤 你一边叫我去修布施法 对不对 不修 他先断我执为重 为目的 你要知道 去布施的时候 没有先针对我执修 布施 凡复的布施就是 我有你无 我供养你 我给你 那么我们还要教他说 要调柔怎么样 这就在向于我执的消除 可是终究不是叫你破我执 不是叫你观吾我 对不对 不是这样 是叫你降低吾我 是叫你这样做 去看众生的苦 然后降低那个我 没有叫你断 不断我执才能看到众生 才能从凡夫的立场 去体解那个有苦相 想要断我执 没有时间去看苦相 看别人的苦相 是不需要 何以顾 我要断我执 我光看我的苦相 就看不完了 听懂吗 所以 他的修法 重点在看自己的苦 然后呢 不随自己的苦 然后看自己的苦因 不随自己的苦因 这样听懂 苦的因 苦的因是什么 爱染相 是一切苦因 爱钱 爱名 爱情 这三种 爱物质 叫做钱 物质最代表就是钱 爱名 爱名就是地位 再来 爱情 情感 情感 这些都直居于自己的我执 做发生的 所以他开始要去断那个我 能爱 能爱的那个我 以这个为目的 所以他专攻这个修行 那么呢 有这一类人 世尊主要跟他这样讲 叫做什么呢 叫做 见我空 的修法 这是拙度 拙 比较 笨拙的 你就怕这样 你就想要断这个 因为这样 马上可以让你出轮回 听懂吗 对 你听大概也是这样 很多书也是教你 你让他 有我 你要无我 你那个我 太大了 你很苦 你赶快修出轮回 很多道理 都是这样讲的 好 道理这样讲 不一定这样修 但有人道理这样听 就修进去 这叫做 法华经上讲 叫做 文辨信授 思维取证 经上就这么说了 我这样跟你说 你就这样听 这样听 你就这样去修 听好吗 懂吗 我给你讲说 现在你身上有刀伤 刀伤的话 刀伤那么样 基本上要赶快去缝起来 我是说基本上要缝起来 不过如果你用我什么药 糊上去连缝都不用缝 不过后面那话 你都还没听 你就冲去什么 给外科医生 打麻醉神去缝了 后面话话话话话话 你就冲去 文辨信授 思维取证 就真的去做了 做来真做到了 真的去缝回来了 丑丑的 对不对 着度 丑丑的 其实只要珍珠粉 加个什么东西 加几些 几个药方 把它糊上去 我告诉你 马上就好了 根本连伤口都不用 连那个缝都不用 我以前 去在灿公那里 刚好一个法会结束 我负责 好像是我还负责去讲经 讲完了之后 因为老师临时没来 拉我上去讲 讲完了之后 我还帮忙打扫 因为我在那里负责 扫的时候 业上线钱 算是宵夜吧 被那个电梯 一只手这样 夹下去 那几乎要断掉 裂的缝很大 那几乎都要见骨了 那年轻啊 不知道要胖 就走走走 走到那个灾堂去 我跟人家讲说 跟那里住的老居士讲说 哦这样 他看到 哦哦哦 有这样哦 然后反正白人的肉 他怕不怕 反正不疼 他胜苦 他就跟我讲说 那里有药粉 那是中药粉 都不知道写什么东西 上面写創伤 这样而已 我就这样糊着 就这样糊着 傻乎乎的 完全没消毒啊 也没有做任何的什么 什么预先的什么 我就这样糊了 一糊就一天都糊三四四次 一直红红丘 已经那个 在发炎的状态了 我就开始糊 三天之后 好了 好了之后呢 后来有一次 我下山 下山 带了不知道谁 去看病 然后那个人懂 那个西医的医生说 哎哟 你这个怎么没有去缝啊 我都不敢动 我都不敢动 把他绑住 这样把他绑住 我知道一裂开 就会看到骨头那种感觉 那怎么不能动啊 我就把他绑死了 这样 你去疼 我管你 为什么不疼 然后就这样好了 好了之后呢 确实的 连那个什么 连那个 虽然有一点痕迹 但是那是因为 我后来沾到水 又第二次发炎 不然的话 他们说 那种药物 缝好了之后 连痕迹都没有 那思维取证 你如果去缝 一定有痕迹 道理就这样 生文法 为什么叫浊度 天台 他说 那样子的修 是浊的 笨浊 不是乌浊 笨浊 为什么 因为你很努力 修 结果呢 断的是我执 你没见到佛性 懂吗 断我执 没见佛性 对不起啊 因为还余留我执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 符我执 但不断我执 你有机会观察什么 观察到佛性 你去断我执之后呢 你沉浸在那个 无我的幻象当中 反而没有机会 进一步去看到佛性 这就是更好的东西 让现在不究竟的好 给遮障住 那有点拙 懂吗 有点得少 那失去大 这就是拙 所以禅修 不是 带来就修 很多人 他很乐意到 南传国家去修 修生文法 对不起啊 我没有在否定 我也没有批评高低 我说 你要不要听一下 一佛秤的法 听完你还觉得不合 你去修 生文法OK 那就真正是 着度的人该住的 你不要说你都没有听 你有机会在汉地里 听这样子的法门 你没去听 你误以为都要一阶一阶地修上来 错了 不是这样 没有说一阶一阶地修 因为你修了那个法门 很可能就让你停在那里 因为太舒服 我直离了之后 像仁切经上讲 他像美酒一样 会让人醉在里头 太自在 无量无边节以来 你从来没有一刹那无我过 对不对 我们就带了一个我 跟恐惧 跟爱不得 愿真会 爱别离 求不得爱别离 乃至于生老病死 这样子的一个 俱生的 俱生 俱生就是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恐惧跟难堪 我们一辈子 每一辈子都在找爱 你懂吗 我们来投胎本身就是 凡夫像就在找爱 找爱 所以男人的 不用人家 他就去带我 男人的不用人家 十七八的那儿就想要去 现在身体以前 十三四那儿 他们说的话就像 大十五人在说的 就这样 就像个成熟熟女在讲的 都讲的话 那是汉堡吃太多了 环境荷尔蒙太强 搞成这样太早熟 也都可以讲 他就落入在那里 所以你有一刹那我之后 你就咬住不放了 太棒了 懂吗 所以他像美酒一样 就像世尊不希望人家 正入三残 凡夫如果教法不清 正入三残 咬住就不放 像笔 那咬住你就不放 三残最累 正入了什么呢 未到地定 还没有到出残 未到地定的时候 他的隐喻就不升起了 不是断 不升起 为什么 太热了 超过隐喻 隐喻是最粗的热 他就觉得 不过对不起 他如果退禅定 他一样跑去隐喻那里 他还是会 他正在那里的时候 他会喜欢 那么出残二残三残 到了三残去之后 他以后 他的投胎 就不会在人间 因为他 人间跟欲借天 都是要男女贪爱 或者 形影 或者拥抱 或者互相看一眼 像踏花自在天 看一眼 就形影了 所以不可以欲背看 你知道吗 就形影了 所以为什么说 人家说 哎呦 那个 眼睛喜欢吃冰淇淋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一种色根 那种色成眼根的食物 那是事实 意识的事 那是掩饰之实 当他吃了这个 他就怀孕了 女生就怀孕了 天人的女生就怀孕了 深情一看 就怀孕了 偶尔瞄一下 不会啦 怕死人 大家都变成了 不可以看 深情一看 然后这样 那个女生被看了 就有所感动 爱就怀胎了 你知道吗 那是这样 所以他们的爱欲很轻 都这样 可是呢 他出禅之后 连这个他都不喜欢 所以他不会来人间了 他身体就很围细 所以出禅天的人就开始 他不行淫欲了 因为他 巧妾淫欲 我哪就要再淫欲 这样懂吗 是这样子 所以 这孩子是出禅而已 何况让你正德无我 你怎么会败 正德无我是完全不再退 那种自在 那超过三残 不知道多少 那是正圣果 不过从原教来说 他不叫圣 他叫贤 三贤慧 贤慧何以 还不叫圣 圣要见法性 才叫圣 这从唯一佛圣的角度说 他叫贤 贤慧 诸位 叫你懂了吧 所以 那是拙度 因为一无小心就掉的 所以 你要去学南传吗 所以我们就会劝他 从这立场上 不是分别高低 我们从立场上 我们劝他说 你把天台听一听 那你抉择一下 那时候你还想去 OK 去吧 就可以 你别说 没算到 因为他加到你就没办 这样 就叫我 讲音小师大 还真的 所以在 楞结经上 在 在这个 梵网经上面 昨天有提到 今天再重复一下 就会都提到 说他是 外道 说神文果都是外道 因为 他自己正无我 可是在佛性之外 叫外道 那个不是那一般 意义下的讲 那个心外求法 叫外道 不是这个意义 外意信灵啊 对啊 信灵啊 要不然说 大乘经 要你再增上一步 所以他不能让你停 他才呵斥 叫做谈偏刺小 谈 谈贺你偏颇了 斥责你修入小乘 就是不要你浊度 懂吗 不要你修这种 笨浊的方法 你这样一距离成佛更远啊 那地藏菩萨就会很累 对不对 旋入旋出 旋出旋入 你又把你叫出来 你又离开了 你说没有啦 他证信构啊 我们又离开 一样啊 因为地藏菩萨是要你成佛啊 他不是叫你做阿罗汉啊 所以你在那里正 圣果的时候 法华经上怎么说 他说 法华经 那个 无量益经 乃至于这个 梵王经都说 他说 你去证得阿罗汉 辅助很累 他以后还要献 种种生文生 去硬把你拉出来 很累 这样子拉会比拉我们这一类的 听闻大秤 不过还在六道轮回里 还要难 我们说五 要死要死 他可以扭 我们一个人就扭去 你知道吗 他已经进购了 他已经挣得一个自在的果位了 他不出来啊 你把他扭做什么 所以法华会上会有五千离席啊 五千的他就走了 怎么说 我做 说什么有新的解脱法文 我就改脱了 他就说是呢 还什么不可以说 说什么以前不可以说 说这一档一档 我会听 他就去坐游览车走人了 一次走一百台 五千人不是一百台吗 一台五十个人 一百台游览车就走掉了 我做四尊 默然而不自止 默然不自止 经上这么说 默然不自止 怎么说呢 退役加以 无此重中 无腹之业 他说 走得好 现在我台中中间 就没有那个滋滋液液 他说在顿着度 滋滋液液 你回来了 我现在说 他才不会跟我贏的歌 不会有人只要抗议 你懂吗 我抗议 四尊你说的那个法 我从来没听过 我不相信 他就不会再这样 四尊打算以后去救他 什么时候 在涅槃会上再救一次 涅槃会救完了之后 还有那些没渡到的 怎么办 四尊他就很疼 他就百千亿化身 到其他国去 去跟他搁 你知道吗 去跟阿罗汉搁 搁搁的阿罗汉 现在要听他 那不是搁很久的 然后再把他拉出来 他就在法华会上 他就说 他说摄意佛目见脸 点成节以前 就跟他说大圣法 搁到现在 还跟你赠 僧文法 世尊说还好 你有来听 你五千离习 你没有离开 今天你能懂的 都是我加持你 你才能懂 因为你修 生文法修太多了 修到入到那里 你根本就不想修 那个加塞尊者等 包括 弗罗纳尊者 他都这么说 他说 我深夜思维 世尊所说的法 甚为奇特 世尊跟我一样 正得生文法 他这么想的 因为他认知是这样 奇怪 为什么世尊 这么庄严 生文远播到 他方世界 我跟他一样 正无为 正空性 都是阿罗汉 为什么我跟他不一样 看起来是我有问题 不是世尊有问题 但是呢 我年纪大了 我也正得阿罗汉 我很累 我不想再修 那 他说的那种大惩罚 他这样自己讲 这大弟子 自己在法华会上 自己说 他还没听法华经之前 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你各各想而知 那个大弟子都会这样 我们 我们不要让我们竞速够 我们吃一个烹饭 就定位 没定位当 什么说 我们只要稍微得一点 无我的相似项 你就不想再修大惩罚了 有一部很有名的生文传记 叫做阿加曼尊者传 这位大德就是这样 他早年发大圣心 要行菩萨道 结果投胎 这不对 投到当年佛教重新兴盛的泰国 泰国的佛教本来很衰 衰到没有出家人 出家总还是去缅甸 私以兰 不是私以兰 缅甸那一带 去引回来的 那么不是缅甸 他旁边有个国家 辽国 去从辽国引回来的 那么阿加曼是清朝的人 相当于我们中国清朝的人 然后他那个时候 才佛法刚引回来 所以他连穿架衩 怎么走 他都要问过去的罗汉 他定中要问过去的罗汉 教他怎么走 不然他架衩 你知道那个架衩是卷的 没有这样勾勾的 是卷的 跟藏船的架衩还是不一样 藏船的架衩 他比较像汉船的 是披着的 他要卷着 卷着的时候要夹着 不然会掉了满地 而且原始的佛教的出家人 女生有底裤穿 男生是没有的 因为女生有月室 月室来的时候月室衣 可以穿 男生没有 平常女生也没有穿 也没有穿的 那是汉人这里穿内裤 早期印度没有人穿内裤 这样更清晰 你知道吗 也更便宜 也更健康 这是真的 不过不谈 那么他就这样 那当年他就发大乘心 结果每一次要修生文法的时候 修不进去 因为大乘法会拉他出来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开始观察 看他的过去事 一看 我花菩萨心 他花菩提心 但是他已经得了 生文法的利益 当下发愿 我不要 我不修大乘了 所以这就是舍菩萨戒 懂吗 菩萨戒可以舍的 不是不能舍 菩萨戒是累结菩萨戒 至此你没有舍的时候 他累结都在 但菩萨戒是可以舍的 你卖的就是了 怎么可以舍 懂吗 佛法最自由 没有那个进的来出不去的 那就是舍鱼戒说 舍你来 你不来 不会要出去 你要退到没有问题 懂吗 你有说什么 哎哟你还俗了 哎哟 路地甲 谁说 好好光明正大 还俗就还俗 懂意思吗 泰国在那边也有人还俗 他的出家就是来出家 还俗就是还俗 所以出家三个月还俗 不是说 预计出家三个月 不是这个意思 出家一定 哪怕是一天你都要想 我进行寿出家 不过出了一天之后 不行了 还俗 这样就出家 你如果想着说 我要出家三天 不成就 出家是进行寿的 懂吗 哪怕你是短期出家 这个短期就不成就 但是我说 出家没短期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行 你就随时可以舍戒 这样你就可以来了 每个人都可以来出家 出家一辈子 要这样想 结果出家一个晚上 就说 啊 塞尤南啊 不行了 不肯 好像没吃 我就要熬煮了 那没关系 第二天早上 你就舍熟了 你还是出家 功德书胜行 懂吗 但是你说 我要出家三天 对不起 第一天都不成就 没有那个预计 要出家几天的 出家是进行寿 因为要舍离世俗 明出家 你没有那个舍离三天啊 第四天就还在贪世俗 等于你还在世俗当中 这样懂吗 所以要了解 那你说 外面不是你办短期出家 那哦 那是给你种善根的啦 你别人叫是说那真的啦 听到有没有 懂吗 所以是这样 居然还有人问 师父啊 阿欧是女生 阿欧去哪里出家 短期出家 我就先问 短期哦 你有没有剃头发 没有啊 没有你还想 出家有没有戴头发的吗 你还不要问我 有没有出家 出家有没有戴头发的吗 剃除法虚 着坏色衣 这是最基本的相貌 你听到没有 是这样 出了家了 你说参禅 太深刻了 持咒太专心了 所以他已经一年没剃头发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没有那个出家没剃头发的 你懂吗 是剃了没再剃 是出了家了 我专修 所以没剃 有禅宗的祖师是这样 他一年剃一次 因为他太 参禅 太忙了 忙到没时间剃头 没时间洗澡 是这样 那么好 我们再讲回来 所以说这叫着度 那么因此他不喜欢 所以你懂教理之后 如果你还是想要这样着度 那就可以 天台没有分别 懂吗 可是你要先懂 先懂说他的境界是这样 所以阿迦曼就舍了 一舍之后 他太太就下来了 他太太是天人 一直守护他 因为他太太是天人 没有礼遇 他想他先生既然 上一辈子说要做菩萨 几辈子以来说要做菩萨 那我准备让他成就之后 我来给他度 女人嘛 贪情你知道吗 他就会这样 做天人也会这样 他就化现成世俗女人生 下来 在他定中跟他礼拜 请求他不要退 但他还是退 他老人家还是退 不简单 他退就是视线给你 给后代的人说 这一退之后 他修身文法 嘟嘟嘟嘟嘟嘞 就一直去 你要得那个自在感 他不想再砸踏了 了解吗 那怎么办 你会不会这样 你一定也会 因为太自在 所以怎么办 要先听闻教法 法菩提心 所以吉天菩萨 要讲 入菩萨行论 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道理 不发菩提心 成修行佛法 如针沙煮饭 针沙 你去针那个沙子 怎么准煮出饭来 不可能 所以智者大师 在1500年前 他就已经解 大乘修法的时候 摩河子观的第一章 就叫你发大心 所谓大心就是菩提心 他就叫你发 不发 你怎么修 你怎么修大乘 你不发心 你就修惯 依依观 皆是摩观 那技巧 你都可以会 都是摩观 这是华言经上说的 不是我个人说 我哪敢这样说 华言经上讲 那么天台 固然以法华为本 他处处也引华言 那么就讲到这件事情 所以大乘佛法 先发大心 那你舍大心 就一定入僧文法 一定着度 为什么 因为你也是千辛万苦修 虽然他修得比较快 快则四身 很快 七身四身 乃至于 这个百节就能够成就 一定成阿罗汉 你如果现在开始修 一定成阿罗汉 我很快 不用三大阿僧齐节 问得很快 你就很主宰 所以不好 会让你执着 这是着度 那第二类人呢 是开始准备怎么样 他觉得这样不对 刚刚我讲这样 他觉得不够 他发了菩提心 不不不 他发了菩萨心 想要去度人 不过没有菩提心 他不知道要成佛 他还不知道 这样子的人名为通教人 他还是以我职 为修行的断 断我职 修行的目的 听懂吗 所以他只能观空 不能出妙游 不能出妙甲相 妙甲 以念心 可以起种种用 他 重点不在这 为什么 我管理种种用 因为种种用 没有必要啊 我要修空观呢 让我自己 入于无我见呢 所以我心就是要让他 向于无我 我干嘛让他生妙游 妙游懂吗 就种种的作用 限起 你看观音菩萨 千处祈求 千处应 你如果心不起作用 你怎么千处应 是不是 他不想修这个 但是他还是想帮助人 他还起了菩萨心 不过呢 他不知道心的作用是这样 所以他重点在修无我 不过比第一种人进步了 他已经发杜众生的心 这样懂吗 但是呢 方法还在第一种人的方法上 这叫做通教人 交通的通 因为他通前 藏教 前面那个叫藏教 三藏教的教 三藏 因为他只读了 小秤的三藏 懂吗 所以前面那种叫 藏教人所修的 他修的观法叫什么观呢 西空观 解析 解析我自信 解析我 我是空 他修的观 他的所缘境是什么 可以是身体 可以是呼吸 可以是你的意念 可以是你的耳朵听的声音 不过他大部分是修 身体的空观 然后慢慢的观察 能看的心 也是不可得 他是这样 他只是这样 所以正得空见 所以他修的观法 是西空观 修的对象 他观呼吸 他看呼吸的来去当中 无忧我 或者呢 早年在台南也有 南传人来的时候 他教你走 经形 起 前 落 走 一一的动作呢 你都要观察 那叫声念处 观察 一切声念处中 密 一切我不可得 陷阱我不可得 这叫西空观 他可以观察 动作当中的 无我 然后很多都是观察 这个 呼吸之间 进出之间 慢慢的了解 他的无我像 然后无我像 他从头顶一路关 关 关 关到脚趾最尾端 然后再从脚趾关回来 然后再做直观 他有很多的方法 那么当然不是我们的重点 那么暂且不谈 那么这就是所谓西空观 到了体空观 就是通教人修的 他已经渐渐地觉得说 要发菩萨心 菩萨者度有情 绝有情 他想要去绝有情 去觉悟别人 但他修的观法 基本跟刚刚是一样 但他发起了菩萨心 不过当然 刚刚那种修法的人 也会发菩萨心 那么他算不算通教人 他还是这样教人 因为他修法就是这样 之所以是通教人 有个关键 就修观的方法不同 他怎么观呢 他不再用西空观 他用体空 当体是空 他见一切相的总相 生灭不移 他见身体 色心的总相 为之身 对不对 身体是不是色跟心总和 对不对 你现在有心 也有心苦 有心苦加心 才给你 我们爱一个人 也说 你是爱我什么 我爱你的心苦 也爱你的心 我如果只爱你的心苦 不然在你的心 我会很痛苦 所以你爱一个人 也是爱心 我爱心 对不对 爱他的身跟心 我们误以为 那是可爱的 我们误以为 那是真实的 有个那个人 被我爱的对象 当然一般来讲 是先看身 然后才看心 坏的心 再美的身 也会吓死人 但是一般来讲 吸引人 先从身 这个有象 来吸引人 然后呢 两个糊涂蛋 就会误认为 对方的心 也是很棒 然后就爱 爱到不舍 这就是凡夫相 是这样 那么观空的人 有一种观法 直接观他 射心当下极空 他不从维系的 组成来观空 他从你的 总向观空 什么叫总向 很简单啊 今天你这样 对待我 明天我在观察 你那样 对待我 你今天可以 水星枯的时 唱三歌 越来越来越来 好高兴哦 隔了梯天 噢头噢音 没人压力 那些心不可定 你的心 你说你爱我 我看你 连我自己爱谁 我都不知道 连我哪一颗心 在爱人 我都不知道 然后身体 哎呦 身体 你看看有人 那个换肝的 有人换肾脏的 有人换胃的 有人把胃 切掉 剩下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 奇怪咧 还没有切的时候 那是你爱的人 切了之后 还是你爱的人呢 是啊 不对耶 你当时爱的人 他有百分之百的胃 现在你爱的那个人 已经少掉了 五分之四了耶 那个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耶 不管啦 那个外表没变 他真的没变吗 如果他烧烫伤了 然后呢 今天已经脱皮了 那那个外表就变了 那还是你爱的那个人呢 当他这样一路观察之后 发现 整体那个人的色相跟心相不可得 他一路这样观察 他的观察不从解析下手 他从整体上一直观察下去 所以他的体解是相当迅速的 所以他叫做体空观 的观察 这个观察当然一开始 绝对不是观别人 先从自己身上观起 他不从念念之间 或者点滴的细胞 透过禅定 来看自己身上的 很微细的组成见 来说我是我的 他不这样 他从整体的总相 的变化 无常向东观察 他这样来观空 所以是体空观 这种体空观 已经渐渐接近了 能够从空出庙游的境界 他只缺乏向天台中 这样子大称的教理 华言也可以 华言中的也可以 或者哪一个大称的教法 都可以 他只差这样子 没办法导引他 见识相的方法 跟真理而已 所以他的心是比较利的 那么这样子的人 可能修入到大称法来 通向大称 他心比较利 当然了 他正德的 却又是通于前面的 藏教人 所以他名为通教人 这样懂吗 所以给一个特别名字 叫通教人 他是巧渡 但是他是声闻人的巧渡 声闻法中的巧渡 那么这是天台禅法中 看到的第二类人 他还叫小称人 但已经渐渐要接近大称 大概诚实论 就是讲的教法就是这样 诚实论 阿彼达摩里头 有一部很重要的论 神文法里头 很重要的论 诚实论是这样 我知道 藏传佛教里有重要的一部 中国也最很重要的一部论 那叫做据舍论 据舍论在中国的立场 来看的话 他确实当分的声闻称 他没有进入到大称来 不过他是一个基础 他是声闻法向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为事法向的基础 早期的雏形 好 我们这暂时也不表了 那么这样子就把 修官的两类人 你看到了 他这样修 那这样在天台 修一佛称的立场来说 一定有不足 也一定有危险 因为他终究是自己正德 还在声闻法中 未发菩提心 不见佛性 好了 第三类人 第三类人就不懂了 第三类人名为 别菩萨的别教人 为什么他叫别呢 他还没有见得佛性 但是他已经知道 要追求佛性 然后他修的方法 已经从空观 不满足于空观 他知道成佛 一定以利益众生为前提 所以他想要去利益众生 他也知道 不要修入空无我见的 声闻涅槃 他已经知道 所以他有别于 藏教跟通教人 他别于这两类人 但是他还没有见佛性 他的支见当中 还没有见佛性 因此他还不了 佛性是什么 可是他知道要追求佛性 因此他不会只修空观 他开始从空见当中 升起种种妙有 怎么讲叫做妙有 他并不是从实相来看妙有 他是要修完空观了 他知道空而不空 为什么 因为如果空执着空 那空有实性 空有实性 空如果就是你知道的 缘起性空 只是知道这样 不能立假用的话 其实假用不离空 什么叫假用 假就是这样讲好了 你看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 你怎么叫它杯子 我问你 我如果把盖子拿掉 算不算杯子 是啊 可是一定不是它原来那个价钱 少了盖子 对不对 但它还有杯子的作用 好 我再把用力这么一敲敲破一个洞 它那个真空的效果消失了 这个时候它顶多叫杯子 但已经不叫真空杯了 然后我再弄破一个洞 只是一个洞而已 它连杯子都不是 因为它漏水了 注意 注意 杯子如果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它不会被我迫害 因为它有它的自信 自信名 不坏为之自信 它可以被迫害 所以它是空的 它没有自信见 没有自信见 因此它会一直变化 是无常的 是基于种种因缘而存在的 这就是空见 可是呢 返回来说 恰好是因为空 所以我能够用这个皮 那个皮去这样做整合 抽真空 产生这个真空杯的效果 能够断热 能够保温 它能够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恰好是因为 法界之间杯子没有自信 所以它能够被我用 种种因缘所创造出来 但它创造出来 它却有种种的运用 这就是别教人所看到的妙有 恰好因为空 可以成就一切作用 叫做有 好了 凡夫执着 虚妄的有 所以你看看 那是我们儿子 那是我们儿子 这是我们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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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我 这是我的地位 这是我的国家 很多出家人 也陷入爱国主义 每次到竞选的时候就抓狂了 这就是这个大我 虽然好像他在修小我 要把它修掉 可是那个大我却很大 还有种族 有没有 种族 我们是什么族的 你们是什么族的 我们是这个社区的 你们是那个社区的 处处有我 凡夫执着我 执着这个虚幻的缘起为我 然后执取他 这是凡夫 那么二称人呢 就是刚刚讲的 藏教人跟通教人叫二称 他呢 就是要对峙这种贪爱我 那所以说怎么修 要他见这一切缘起的 短暂的我呢 不可得 所以破我见 以空见破我 这个忘我的直取 可见 身闻二称人 无论藏教或通教 他都是对峙的 听懂吗 对地 他是要对峙这个凡夫的贪着 他才要这样修的 那修成了 名为什么 名为不贪 离欲 出轮回 没错啊 因为凡夫之所以来轮回 就是因为念念有贪 所以死的前一刹那 还想要贪自我 下一刹那 中阴生就会找 可爱之境来偷胎了 为什么 因为你想爱就想要拥有 拥有一定要拥有身体 才能拥有 因为你爱物质嘛 爱自己嘛 那自己不能动作了 那我就要换一个 我就要去拥有一个能动作的身体 来让我 继续爱啊 那 什么叫做拥有一个能动作的身体啊 我已经死了啊 那个肉体不能用了啊 那所以我要再去投胎 长第二个身体 你一定会推动你这样子 所以那个我爱在让你轮回的 那你听到没有 所以你才会去投胎啊 怎么投胎法 看男女行女 因为那是最大的爱 爱男成女 贪女成男 所以男生爱爸妈 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 就这样来的 好恐怖哦 就这样 所以没有所谓的什么 天生父母 哎呀 虎毒不食指 没什么事 虎毒都也食指的 那虎子 如果肚子腰啊 看他 自己就要喂华了 当然他的虎仔子也不能活 他会从最弱的那只吃起 一路吃到最强壮的那只 你懂吗 为什么 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天性 至亲人伦天性 那是儒家要教化人间 不讲解脱道 要教化人间 他要用这种方法 是合理的啦 是合理 不过不符合 不符合生命的本性 贪爱的本性 你听到好不好 好 所以你会这样投胎 那么我们就要对峙那个 所以身闻人修无我相 好了 换句话说 他正得空 是为了对质 凡夫贪着妄有 他只要先 他只要正空 如果不对质呢 如果我已经做菩萨了呢 我不贪爱呢 我不需要建立 我不需要正入那个无我空心 不需要 就要再进一步 从空中要让他出妙有 什么叫妙有 空固然是空啊 但是空不会在空空的空间里看到空 一切的空都在主委的有身上看得到 我怎么知道空 因为你贪着 我才知道空 因为你在爱 我才知道空 我怎么知道佛性 也因为你 我才知道佛性 不会在虚空中知道佛性的 懂吗 你看嘛 我昨天引了梵网经 说如木石无心吗 木头能成长 树木能成长嘛 对不对 但他无心 无心我不能践踏佛性 有心有佛性 虽然说情与无情同源总性 那是因为从你这一面心看出去的 不是指那个对象而言 就凡夫来说那是一个树木 天台等一下讲的最巧度 就是这一面心即是一切 一切的静不离这一面心 这当然以后再说 就对凡夫来讲树木是在外面 所以我们会说树木无心 这是别教义 别教的意义 还不是就近原教的讲法 好 所以一切众生当中 我已经懂得 不应该贪爱入如回 当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用正入无我 我不应该 因为正入无我危险 不能见佛性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恰好要在一切的忘有的有当中 看到空性 以清净不染的空性当中 陷起种种妙有像 一切众生就变成妙有了 你吼 吼吼也是妙有 都是佛性的作用 要这样来看 那这个呢 就是从空出妙有 妙假象 妙 为什么叫妙 因为她已经 这种有已经不是凡夫的执着有 她是不执着 以空见的无自性为基础 她知道你 她还会尊重你 她还会care你的感情反应 她都会 但她知道你不可得 你不是真实的 所以她那么的在意你 然而也不会执着你 她要开始修这个法门 这叫从空出妙假 能修这样的人才真能入菩萨道 兼修菩萨道 初学的时候还只能兼修 你爱这样才有法度修菩萨道 所以你现在想看看 那我家里说菩萨道 他到底有法度修 那是他讲的菩萨 不是佛经里面 真是讲的菩萨 你要知道空见出妙有 妙有是有而非有 非有而有 不是实有 但也不是实无 他能了解这样 他才能够现种种有象 去度化众生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来了 我还坐在这 我对你们说了 我说了我就不记了 因为你们不可得 法呢 法对我来讲 勋完就结束了 如果有人跟我讨论 我就随缘陷进 跟他讨论 讨论完了 我还是没有了 讲经说法的人 不会care来听的人多跟少 也不会care 听完了你们有没有修 你不会就这样care 因为你们又不是 跟我共住的出家人 专修的 那我怎么去你家里去讨论 打个电话去问 那还要看姻缘 我随便打电话 给人压力很大 是不是 那就随缘 就这样 随缘不是因为无情 是因为法性就自然这样 他从空起妙用 虽起妙用而不值 虽然不执着 却从来不舍姻缘 余见因缘中 随缘献种种妙用 所以 佛来佛展 是磨来磨展 见人说人话 是见鬼说鬼话 要跟他讲鬼 鬼要跟他讲鬼话 才听得懂 人要跟他讲人话 才听得懂 道人讲道话 世俗人讲世俗话 总是导引他 善巧入佛制 这就是所谓的三贯了 从空起妙用 那么当他修完这些的时候 他渐渐知道 这种种的妙有跟空 其实都不可得 对望空 是因为对字 凡夫贪爱有 所以空也不可得 执着真有空 那空是有自信见 也不对 可是你如果执着有 有个也不对 空中起种种妙有 为什么说是妙有 因为对近欲缘 所生起的有 我对你的众生 我要度化众生 我要生起有 你今天问我什么活法 我怎么答 你今天给我立什么题目 我怎么回 我怎么说 所以这是缘起相的有 然而 缘起相的有 其是空 虽是空 却种种有 你不能离一切有 而见空性 也不能离空性见有 所以空有 双望 相及 这个时候 入中道义 入中道义 又渐渐渐什么呢 以空甲为方便 为方便了吗 以它为方法 就叫方便 懂啊 空甲为方便 以它为方法 然后见到什么 见到 非空非有 即空即有 的中道见 空有不可得 的中 好 这个时候我们说 能见这样 起三观 你看 先修空观 再起甲观 再生中观 那么这个就 硬了 我昨天所讲的 慧文大师 慧师大师 所以一心 三至于心中得 一静聚三地 一静聚三地 因缘所说法 我说即是空 空间 义名为假名 从空出妙有 所以有假名 假的名称 假名为我 假名为你 假名为佛 假名为众生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可是有立种种假名 一尊佛 佛还不只是 有一尊 无量无边佛 种种名 立假名 义名中道义 也是中道 有人说义名中道义 就是说空有即是中道 中道就在空有中 所以不能再立一个中地 其实后面有讲到 十相见 十相名中地 中地不离空有 但不能够说不谈中地 那是有原因的 天台有他的见解 那我先把别教讲完 别教人呢 他从空发菩提心 想要见佛性 他立意众生 从空出妙有 再从妙有当中 反看空 发现了空有不可得 所以对看空即有有 对看有即有空 所以即空即是有 即有即是空 所以空不可得 有不可得 这个时候他入中道见 他的中道见 是以空有为方便 所见的中道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这叫淡中见 淡中 怎么讲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从左到右 你的左边到右边 我可以量得出来 多长 大概八公分 假设 好了八公分呢 中间在哪里 四公分就中间 请问这一点从哪来 从左边跟右边的中间来 这一点从跟他距离相等 跟左边距离相等而来 叫中 对不对 这就是别教菩萨人 所看到的中地 他要以左边的空 右边的有 来看到中 听懂吗 要以空有为方便 来看到中 换句话说 他先修空观 没有正入 再修妙甲观 也不正入 以这空甲为方便 他才慢慢的知道 空甲不可得 在于空甲之中 都不可得的情况 观中道剑 所以他永远 他的中道剑 他的实相剑 永远带有空有的影子在那里 那么这样子的观法 是着度 是佛称的着度 也就是他比较笨着 他的中道剑 是弹中 就是唯一中 一定要以空甲 来看中 所以他每次起观的时候 都带有空甲 的方便来观 换句话说 你要看我是实相 你一定先观我是空 再观我 生种种妙有 然后再入不思议的中道 你一定要用这种善巧来修 所以他比较 比较笨拙一点 那么他为什么叫别教人修的 因为他不是那种 唯一佛称 直观一进三地 圆满相 他不是这样 他也不是像 藏教跟通教人 直观空间 然后他发的菩提心 行菩萨道 要于一切的菩萨道的 妙有当中 去承受他的功德 承受他的中道剑 所以他要累劫修 所以没有人跟他一样 所以他叫别菩萨法 别 他真的修法 观法 他的那种行菩萨道的方式等等 通通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他叫别菩萨法 就是别教人 好 那么这样子还不是 我们要介绍的天台观法 把这三样通通讲完了 都不是剩下那一种 你才知道说 你才不会走到那里去 如果你真的修天台教法的 天台禅观的话 这三种都不是你修的 你说整个宝要结束 你才要说天台 当然 这就在讲 天台讲法就是这样 因为这三种 是对大部分的人说的 那修入十项观 叫做一心三观 哇 把这三种都不是 那下一种 你才会懂 第四种叫做一心三观的 指观 叫做原教指观 的禅法 那就叫做天台禅法 天台禅法怎么修呢 从刚刚讲的淡宗说起 淡宗是要先修空观 再修妙甲观 然后呢 以空甲为方便 才入差不失意的 为空甲 不可得 两边不可得的中关键 所以它永远带有空甲的方便 跟空甲的两端 所以它叫做淡宗 淡 就是淡是什么 只有宗 一个宗 你看我问你 这个中心点有几个 一个而已 懂吗 所以一个嘛 就是淡宗嘛 一个 但是天台 原教所看的宗 叫做原宗 原 我告诉你 这样子 哪里是中央 注意看 所有点 包括跑到那里 都是中央 所有都是中央 哪里是空 无一法不空 哪里是妙有 无一法不有 哪里是中 无一法不中 不需要以空甲为对看 看到一个淡宗 这样听懂吗 换句话说 一空一切空 一甲一切甲 一宗一切宗 无一法不是空甲中 三地圆容 举空 妙甲在其中 中道佛性在其中 举甲 用甲的角度去看它 当下不离空 当下就是佛性的中道实相 以中道实相来看它 亦复如是 只是说空甲容易用缩的 中道实相不可言缩 心形处灭 为不失意境 当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空甲也是不失意境 因为空甲中三地圆容 所以一心起什么关 一心起三关 空甲中三关 所以一念心起就起三关 观察什么 观察一静三地 什么叫一静的 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还是我自己身体 还是观整个身体 还是观鼻子 都可以 随你 观嘴巴 观牙齿好不好 随你 当然没有人会这样观 我说你要这样观也可以 可以 你观声音可不可以 可以 都是静啊 一静三地 任何静都具足空甲中三地 当下圆容 都是不失意境 换句话说 也唯有这样 观音菩萨才能够远近能听 才能够视线一切众生 你一呼应 他在三昧中就能度化你 为什么 因为他三地圆容 你在那里 与他没有隔 所以你一呼 当下是空 是假 是中道 不是意境 所以你一呼 他就陷你的心 陷在你心中 你需要救 他就救 换句话说 念佛人 你需要往生 他就让你往生 为什么天台教法 讲到这里来 能够帮助一切教法修行 因为一切教法 不离这一念十项心 不离一念心 怎么说 因为他要能观的对象是什么 能观对象一切境界 对不对 好注意听 一切境界 那心是不是你的境界 外面的境界有来有去 我问你 你如果要关 这个杯子 对不起 这个杯子 你要等下拿走了 你不能关 你要关我 我等下我回去了 你关我干什么 除非你贪爱我 你要把我关成脏脏臭臭 那这样可以 把我当作不静观的对象 这可以 不然你关我干什么 你一定关你自己最容易 问题是你自己的身体 身体四肢 你观察它 这是物质之相 你还在张开眼睛看 张开眼睛容易让你散乱 用耳朵听 耳朵听 能让你起分别 你凡夫修的 容易起分别 然后耳朵听也会老神 因为耳朵是浮沉根 要远外面的声音 声音变来变去 你也怎么样 你不能控制 有大有小 有好有坏 有在骂你的 有在捧你的 你会跟着起伏 观一种境界最容易 现前这一面心最容易 这一面心永远在那里 没有一时一刻消失 哪怕你睡觉 你还在啊 认识你这个我 对不对 你在睡的时候 你如果刚刚好 要把你帮你去那里走 有一个我 你不才帮你去那里走 有一个我 你才会怕 换句话说 你这一面心 随时认识在那里 听到好不好 认识听得懂吗 随时认在那里 认识就随时顶在那里 顶出一个世界来 你看到的世界 就是你心所投影的 换句话说 观察这一面心 即是法界 法界中 任何一面心 就是任何一个境 因为我们的凡夫的人 比如我们是人 人的心念念生命 念念在那里 所以你我呢 同时看到一个人的世界 佛为什么能够入一切众生的心呢 因为佛的心变化自在 他一变了就自然进到你的世界了 所以他自然知道你的心 而我们呢 我们执着自己 所以从来不能变化 执着有 就不能生妙用 懂吗 所以我们无能知道 乃至自己的下一念是什么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能入众生的心 佛能 是因为这一念心 任何一个众生的心 随起一念 即有世界 而一切众生的心 从来没停止过一念 所以一切众生 随时看到世界 他自以为都看到了 他任何一念 都来自于他的业 他的我执 他的贪爱 还有他的佛性 这三位是一体的 贪爱 我执 佛性 三位是一体 三者是一体 不 但是你因为不了佛性 所以佛性作用 明明极乐世界在眼前 你就是看不到 那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你夜所限的贪爱净 所以看到你老婆 看到你老公 看到你儿子 看到你讨厌的人 看到这个世界 看到你喜欢的师父 看到你不喜欢的师父 种种分别 这都是你最念心来的 当你了解到这样的时候 念念心 即是静 所以观察现前这一念 妄想心 就根本不用观察真心 因为真心即是妄想心 妄想心不离真心 真妄不别 真妄不可得 当了解这样的时候 观察现前这一念心 即是空 甲 中 三地圆容 这就是天台的观法 所以随起一念心 看他即空 即甲 即中 三者不分别 你要先懂这样 那么你懂这样 你可以先修空 但是你了知 他当下有空 有中 你可以先修妙甲 当下知道他有空 有中 你可以直接修中观见 你也知道他有空 有假 当然也可以 这叫做什么 这叫原教子观中的 剑刺子观 可以剑刺 不过修空知道妙有 知道中 修空 妙有观 他知道中观跟空观 他都会知道 所以他都知道三观圆容的 他知道 那刚开始怎么修 你先得懂这个道理 你随起这一念的时候 要观察 他当体不可得 所谓的空观 然后他有种种妙甲的作用 所以限起境界 观察他这些境界 从何而生 从何而灭 生灭之相 有他的妙甲之性 观察这妙甲之性 从来不离这一念心 发现这一念心 能作用 而不可得 虽不可得 而种种作用 一再地看到这个作用 在生灭 那这个作用当下 极空极甲 同时这样进出三观 进出来去的观察 你就会 误入 这不能用看 也不是用分别的 会误入一心三观 那个不是用分别的 跟身文修法都不同 身文修法是有思维的 他没有思维的 他只能误入 有思维就是经验的 你从来没有 见三地圆融的经验过 你怎么思维 所以 动念即乖 能说即错 我能说的也会错 我也不会告诉你 就这样子入观 所以 但是我已经说到最尾巴了 我已经说到最尾端 我已经把你带到门口了 开门了 剩下你自己 这样修 那这样子修呢 当然还有种种的 种种的善巧 你比如说 这是主修 观不思义境 观现前这一念心 不思义 空甲中三地圆融 这样观察 不过呢 你这样观的时候 你必须要以 菩提心 慈悲心 就是起慈悲心 也就是真正发这个菩提心 为基础 也就是你真的知道有佛性 这当中是要去观察当中 你就会跟佛性 你内在的佛性相应 因为 佛性就在起这作用 起三地圆融作用 你发菩提心 想证得佛性 恰好意味着 会带你回来看到 你的佛性 所以观察三地圆融的同时 你就不离佛性 你才有 你才有这个力量 也才有这善巧 去导引你 所以也要发菩提心 所以先发菩提心 观一心三观 一进三地 那么观察同时 再发菩提心 所以头尾都发 不能离 所以讲起来就是 菩提心一直在 然后呢 接着就巧安止观 等等就是方法 就是师父要教你的方法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比如说 有时候要止于这一念心 就看这一念心 不起观 不修空 不修假 不修中观 不提中观 不去体会那个中观 不提 就停在那里 就老 就看着这个心 不动 就好 有时候呢 要起空观 有时候要起 妙假观 那就要随人因缘 那当然 这叫止观 堂里头 要有老师 慢慢跟你讨论 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跟他 修观的时候 要讨论 你生活中就可以修 不一定要坐在 止观堂里 好 那万一这些都下不来 做不来呢 我刚刚所说的 所有道理 师父 我都有听到 但完全没办法修 那怎么办 好 最后再教你一个办法 你都听懂 你只要具足一个 两个心 那你就可以修 下面这个方法 第一个 信心 你相信我所说的 就算不圆满 也不会错到哪里了 然后你相信 这是智者大师说的道理 你愿意去体会 你相信 第二 你耗耀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能够让你修 密教 险教 净土中 禅中 律中 密中 花言中 通通都可以让你修 你耗耀 这样子的教法 你相信 接着你耗耀 如果你具有这样子的 心量 献起了 升起了 你具有这样子的心量 这个量已经有了 那么接着呢 就可以传你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是 刚刚所说的道理 你因为你耗耀 但实在不晓得 怎么下手修 这样子的情况 你呢 仍然具有信 要之心 信 信心 耗耀之心 叫信耀之心 如果你仍然有 那么你呢 开始 要修 法华三昧参 法华三昧参里头 先修前半部的四参 四参就是 那个法本 你上网去请 就是我们万佛寺 你只要填好那个表格 他就送你了 你就把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油脂 把它付一付 他就会寄来给你 哪怕他 你没有付 他还是寄给你 那就一本 一本当时他叫你拜 你就拜 他叫你念那个文 你就照念那个文 你就这样照念 照拜 那里头呢 法华三昧参里头的内容 的解释 当然不是今天我们解释的 但我可以简单告诉你 它呢 就像你所看到的 大部分的法本 无论是显教密教 都差不多的法本 那内容都差不多的 是什么呢 修供养 生口意的供养 修发愿 然后再来赞叹 接着呢 核心 对你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所做的过恶 你一一 随着这个文字而念出 从心中生起 惭愧忏悔心 要生起 这样听懂吗 然后呢 观想的时候呢 要如是的观 观空假中 怎么观 不懂 照念那个文 为什么 那个文都会写在 法华参本里 那当你要 你要来修 你从来没修过 你自己先看 可以 然后呢 接着呢 你最好选一次 来万佛寺参加 一年就一次 带大家拜 然后拜过之后 你回去只要就念的就好 不用唱 不用唱 那么照这个方法去念 念那个文 有不懂 那你要来请那个经 请那个解说的光碟片 那在还 请这光碟片的同时 当你要先做皈依 万佛是一年三次皈依 皈依其实就是 类似像传法一样 他就告诉你 可以依着师父教的 这个方法修 然后你皈依了 那还没有皈依都可以先学 然后这样子呢 你先修忏法 忏法至少一千步 要一千步 一千步大概就 就一千乘以一百 大概就十万拜 就拜下去了 他不止一百拜了 然后你就要这样修过 一千步 然后每一步呢 你时间上 大概不能快过七十分钟 那里头包括诵经 送一部 送一品的 安乐行品 然后送过一千步 你念念当中 所念的文 没有一致在你的 不失意心境之外 你受到的加持是 三世诸佛的加持 你称念的 里头的一依佛名 你所做的每一句观法 通通是带领你进入到 中道实相 根本成佛的 佛性当中间 佛性建当中去 你要知道 所以这个法门 惠世大师当年说 基于这个传承的修法 当身能够成佛 如果不成佛 修以转 回向极乐世界 以此这样子的 实相智的智慧 投身极乐 中平以上 一定是中平以上 当然你要去造恶 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你连世间善 你都不执着 何况自造世间恶 不过这里头有需要修观 那这修观 当然是在指观堂里修 那你平常的话 如果没有禅修经验的话 可以改诵法华经 改拜法华经 可以这样修 不过这个呢 还是你先修完一千步 法华灿再来谈 因为它是下手 消夜积福的方法 这些是你不能够 直接修一心三观 你应该要修 这样子的指观 它也是指观 天台的指观 就这么妙 它这叫做 世中代理 于世相修指观 于世间 于世相中修指观 所以天台中的指观 不会只在那里 禅修盘的腿修 不会 它叫你拜 甚至叫你行走 叫你走的当中修 它是半行半做三昧 甚至于 他不要求你入禅定 入三昧 自然证得 忠道实相 还这样子 民国初年 那个 我应该算是我的法师主 那么地前老和尚 他讲法华经 讲 讲 讲着呢 他就入定 结果人家下来 去休息 他还在坐在那里 一个时辰 最后才没办法 那个 维诺斯物 他只好敲他 敲隐庆 他才醒来 讲经是分别的 怎么会分别 现当中会人入定 怎么会这样 所以 他是于一切法中 修冷且大定 于一切法中 不起分别见 他于一切法中 现见实相 所以 于一切法 我们凡夫才有散乱法 跟禅定法 这样差别 我们凡夫才有 其实一切法 都不失意境 所以 那一切法 当然不分别 是散乱还是禅定 那还不都一切法 了解吗 是这样 一切法不离心 所以你正在思维 一切法不离心的时候 是一心起三观 所以一心入于一切法 一法 一切法即是一法 任何一法即是一切法 而一切法即是什么 即是空甲中 三地圆融 即是中道实相 中道实相 不来不去 不依不义 不够不敬 不生不灭 所以入于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中 你的心怎么不入禅定呢 但是虽入禅定 也没有禅定相 也没有想要入禅定 跟出禅定的想法 因为不来不去 所以 一切佛本源 一切佛法妙用 一切佛法 观音菩萨 一切大菩萨 能够利益众生 乃至于一切咒语 能够加持众生 能够改变众生 能够支持众生的修行的特殊法门 通通不离这样子的一个 一念三千中道实相 的修法 所以 他没有那个外道跟生文修法相 处处能入 处处能修 是即是理 理即是是 是就是拜灿 理就是听闻佛法 思维修观 理是相及 所以你念佛 用这样子天台见念佛 一句佛号 众如泰山 句句佛号 不离你的什么 真如自信献出 你往生的 也不离你真如自信 所以原来 弥陀念弥陀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就是 天台只观 又限于一切修法当中 所以他有他自己修的方法 也可以修各个法门 统统属于天台只观 好 那么今天 我这样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 有一个一定的理解跟耗耀 也知道他的内容是这样 将来 你听闻佛法的时候 应该就不至于 太迷惑 即便你今天听了 有点不太懂 没有关系 因为那才叫真懂 将来才会导音 因为你已经听进去了 那他有好多问题 将来你遇到了 属于实相的异理的时候 你就会透过 今天所听的那些印象 重新找回来 因为这些法门 这样子的叫法 叫不思义法门 从来就不离开你的自信 从来就不离开你的决心 从来就不离开实相 而你我都在实相中 这样要了解 所以不用担心 但也不要强装懂 懂吗 不懂才是懂 懂了 反而让我觉得不太懂 你怎么会懂 懂吗 因为从来我们没遇过他 虽然天天抱着他 我们没遇过他 我们不太可能现在全懂 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 那个影子 慢慢地在训修 你要各个法门都可 慢慢地在训修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发菩提心 众生无边寺院度 烦恼无尽寺院段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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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